大家好,我是南哥 今天南哥來煮菜 南哥今天要來用一碗 我阿爸的口味的 湯麵 準備一些蔥 把那個 來,準備一碗水 來 水滾了有沒有 把麵下下去 這時候跟煮水餃一樣要有個技巧 加一點水 冷水 中火 如果火太大,我們就改成中火,讓它再煮 煮一點 高味菜就可以下去 這邊可以多吃一點 湯麵 是不是,感覺就出來了 加湯 一碗香噴噴的 阿爸的滋味 乾煎香蛋 的雞蛋麵 哇,你看 這雞蛋喔,重點是 蛋要煎的脆脆的 就咬起來才有 滋味 那個滋味就在這裡 還有麵條 我再加了一些 高麗菜 好,開始 那個黑點是什麼 這個喔 這個就是蔥 蔥 蔥用下來,你為什麼要搶掉那個 好 這個黑點就是蔥 煎蔥的時候用的 煎掉 燙會搭就是了 有點香酥 香酥味道 好不好 OK 一碗好吃的麵 再加上 我們南部的怪妙麵 好 不肉不肉 南哥也是蠻強的 這個 就憑記憶解釋 它有那種 脆脆的感覺 好 大概有 三分相 三分相 不錯 還可以 還可以 南哥也算 那個油蔥沒有用 我老婆那招油蔥給他用上去的話 那就更棒 好不好 好了 我是南哥 記得關注 南哥 愛玩夠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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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